2002年中华文明探员工程启动后 王威作为首席专家 主持了第一到第四阶段的工作 该工程阶段性重要成果之一 便是冲破西方文明三要素的桎梏 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 第一是生产发展能够增加出现城市 第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不能加剧出现阶级 第三权力不能想要出现王权和国家 本期情习者将跟随王威 一同领略中国考古百年间的别样风采 本栏目由养烧彩桃房独家冠名播出 咱们这个中华文明探员工程走过了20个春休 这样一路看下来 它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呢 第一呢就是说 以考古时政 时政了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 尤其是两主为代表 把我们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 揭示出来了 第二呢就是我们把各区的文明进程 以及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揭示出来了 怎么样从平等的社会到生产发展 精神丰富 然后出现阶级 后来怎么样纳入到以中原为引领的格局 把这个揭示出来了 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 因为如果基于那个原来的三要素 那中华文明就是三千三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 那如果是你要是五千年文明 你必须要提出它的标准 然后你才能施政 所以我们呢主要依据两种的材料 兼顾其他我们提出 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 我们也概括这三点 第一是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 第二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化 不能加剧出现阶级 第三权力不能想要出现王权和国家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夏商周这个时期了 这题目叫宅子中国 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宅子中国 对对对对 这是那个西周时期的青铜记何尊 何尊上的名文当中宅子中国 是第一次在文字上出现出现的中国 其实你看这个经文啊 很多字我们都能认识 比如说姓王的王字 是吧 然后祖宗的宗 这是风吗 风啊 这是风 传体字的风 对 教室的诗 哦 这是诗啊 然后子曰的曰 哦 这个还能看出来一些 是吧 尤其这王没变化 对 就有他的形在里面 对对对 所以这个 他就是看出我们的这个汉字是一脉相承的 对 青铜绝 铜绝 绝 嗯 二里头文化的 对 这个是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 哦 青铜容器 但是最早实际上它是个是个酒器 嗯 最早呢实际上是陶制的 然后呢青铜器这种技术发明 容器制作技术发明之后 就被制作成铜器了 因为铜的那个很高贵啊 所以高等级的贵族才能用 用这个 对对对 所以我们因为它跟等级有关 所以也叫青铜的礼器 嗯 铜绝 当年应该是举行祭祀啊 举行宴响的时候 很隆重的时候用这样的东西 这就是彩桃盆 是不是这是仰勺 对对这是仰勺 你看 圆点和弧线三角 就是它的举合图形当中 圆点和弧线三角 真的细致啊 对 其实每个时期包括每个地方 都有它的这个 元素的一个特点 一个突出的一个是吧 对对对 它是想表现什么 比如说刚才那个彩桃 就它的您刚才说 那个圆点弧形的这个三角 它是想 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花和鸟的图案的变化 那花和鸟的图案 跟当时的信仰有关 所以我们认为 华像华像那个花 花鸟 对那个花是中原的 哦 华像的花 那个花就是花 花 那个中华的花就是花 但是其实我们会遇到挑战 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 你怎么说当时出现了王全国家 后来我们提出了 在考古一寸当中判断进入文明社会 判断国家出现的五大特征 第一都城 规模巨大需要组织大量人力 来修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第二是宫殿 考古上规模大制作精致的建筑 第三大墓 规模大随道品丰富的墓葬 第四 礼器和礼制 这一点很重要 什么是礼器和礼制 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一套器具 那比如说埃及是金字塔木乃伊 我们殷须是青铜器 两主是珍贵的玉器 第五战争暴力 武器大量出现 高等金东部党王学长制作精致的武器 然后那暴力 那低位低的人为低位高的人 信藏 那判断没有文字的发生 但是它的信仰体系 它的管理体系 是形成一套完备的体系 所以我们说 这是我们判断金融民社会的 基本的内容和全部的方案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两主这样的发现 介绍给世界 2019年7月6号 两主成功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人理事会给的理由就是 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 这样的定义 新时期是原始社会这么大的这种公共工程 然后贫富悬殊的社会分化 制作这么精致的玉器 所以完全改写了他们的认识 这是对世界文明企业研究所的贡献 那就在于这儿 发掘过程当中一定有您的一套方法和体系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那比如说首先分辨不同的土色 考古就是土中找土 比如说不同的时期的人们 比如他经过烧火一个灶坛 它肯定是火烧的那种红烧土 然后呢它烧了灰 倒在垃圾坑里 它是很灰很多 比如说他挖一个房子 然后里边生活 它这个房子里的土 跟外边就不一样 所以根据不同的土层土色来 区分不同的遗迹 其实考古呢 是观察不同的遗迹和遗物 然后呢研究它的变化 比如说它细形 从最早的环底的一个锅 垫三个石块来烧火 后来觉得三个石块不方便 那就在淘地下面 按三个腿 然后呢这三个腿 觉得这个火受热的面积 只是那小小的底部 把它变成三个空的带足 然后米啊水 都在带足里这边的火 受热面积就很大 所以就看出这个研究这个变化 这是一个大的方面 还就研究横向之间的联系 比如说这个长天下 淘气惊人在长天中又出现了 那就说明它们之间横向要联系 一个是发展变化的观点 一个是联系的观点 来研究 这个判断其实都是有哲学在里面 透过现象看本质 因为我们还有的话 是透物见人 您的这个整个考古的 这个不断的探寻过程 40年来正好伴随了 中国经济的一个 快速发展的过程 您这一路走来看 这个整个专业的发展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给您的一个总体印象 这个我太有体会了 我们总体来看 当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 我们的对外的开放 人员队伍显出的增加 原来那在七八年的时候 权位就是几百人 那现在最起码的 几万人的这个规模 然后再加上计时 那会是数万人的规模 然后我们的这种技术手段 这个非常突如 现在我们的中国考古 我们的科学研究手段方法 那在国际 欧美国家 发达国家是比肩的 包括我们的国际地位 那原来我87年的时候 那国外不知道中国 中国考古 那现在我们的国际地位 我们那些重要的发现 包括我们用英语的介绍 可以举一个例子 我们从2013年开始 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市政府 联合举办世界考古论坛 在上海 每两年举办一次 因为当时我是所长 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建一个国际的论坛 我当时都懵了 我说这个我们 随着说 好我们这个出经费支持 那你说经费支持 能不能把这些人邀请来 你能不能持续地做 又给我巨大的压力 那我想那我 那我尽全力试一试 我又采取我那方式 有一分可能我百分之百努力 因为那是我一个礼拜 睡不着教授 我就是像天方夜谭似的 但是又交给我了 后来我就想 我就首先找了这个世界 最顶级的考古学家 剑桥大学的论福尔教授 新决 他写了很多这个书 在世界很大影响 我就说 我说我们中国打算建议 这样一个国际的平台 然后请世界的顶级的学家 来一起讨论 世界考古的重大问题 我说我们很希望 以您作为核心成员 您是不是愿意 我发这个之后 我非常忐忑 他要没信的 我就麻烦了 一个礼拜 回复了 说世界上 我考古学系 需要这样一个平台 中国是最有条件的 你们是文明古国 那么你们的考古发展 你们发现你们的开放 有了这个 我觉得我这辈子 几件高兴的事之一 就是这个事 我们就成立了 这样一个大的平台机构 评价前两年度的世界考古发展 重大研究成果 所以我觉得 那这个舞台 现在成了他们叫 国际考古学界的奥斯卡奖 我这辈子做的事 这个是个意义深远的事 因为让中国考古 从游离于国际学术界的边缘 意义进入的核心 我们知道您集合了 276位中国考古学界 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专家学者 来共同撰写了中国考古学百年史 堪称考古学的百科全书 这个也是我们考古百年的时候 我们觉得应该有这样一个 总体的总结的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为我们设计了将近100个领域 比如研究某一个时代的某一个问题 然后请国内的顶级的学者来做 组织工作非常的费劲 因为大家都非常忙 我一遍一遍地摆脱 一遍一遍地打电话 还有学者是这样 觉得这个项目肯定完不成 所以最后 我们这个中国考古学百年史 入选了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 世界重大研究成果 十项当中的一项 确实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 这里是2023年9月15号正式对外开放 当时开放的时候也是非常火爆 是 所以说从这个场景都看出来 现在大家非常喜欢这个博物馆 全国博物馆热 都很热 一票难求 一票难求 这火爆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几个原因 第一是我们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有些闲暇能够对文化的这种感触 认识有兴趣了 这是第二个 我们原来十年已经二十年前的博物馆 老百姓根本看不懂 就特别简单的一个说明牌 叫什么名 一个介绍 很小啊 看不懂 那是给我们考古专业人 历史的都不一定懂 现在呢 我们博物馆的展成说明 都跟他贴进去 丰富起来了 每两个都看得懂了 然后引起了兴趣 我觉得这个也是重要的原因 还有免费开放 还有文创 文创也比较吸引人 所以这个综合的原因 是我们国家整体进步的表现 其实刚才我们说这考古热 它给我们整个这个专业带来的不仅是有更多人才的一个引进 和新啊 还有就是让考古更多的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和大家的生活 这也是对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现 对 真的历史以下原来都根本看不懂我们的发掘成果 那报告非常的艰深 那你要用民众能懂的语言 所以现在国家十来近十年推动这个国家遗址公园 我们的发掘之后有移植博物馆让民众可以感受 这是找到了一个沟通我们考古和民众的一个桥梁 所以我到处都在推移植博物馆的建设 这当然还有这种访谈的形式 我来者不拒 我通过这个最起码让民众能够了解我们考古的成果 说到讲好中国故事说到火起来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挺大的心愿 我一直希望能够建一个沉浸式的感受中华文明的大型的主题乐园 那你在这当中包括我们的神话 包括我们的各个时代的发明创造 包括我们很多很多方面在游玩当中的体验 我十年前就有这个大的一个想法 但是那时候网速也不够 我说然后现在我们的宽带 我们的这个数字化的技术 我们的AR VR 罗眼3D 做一个小型的一个移植 把它数字化的展现做成体验馆 这个会非常有前景 所以我也在呼吁也在物色 在希望能够把它成为现实 这个如果建成 那它的意义 虽然我们有什么迪斯尼乐园环境有成 但是这个是我们中国本土的 你到这边各个时代的场景 你都可以感受体验 现在陆续 比如洛阳 什么大唐 薄月城 都在多 但实际上要把它汇集起来 会是一个世界文化的一个大的世界 所以我也在积极地努力吧 其实是见到成效了 现在在整个大众的视野当中 考古这个词 这个专业越来越多地走进我们的生活 现在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我们的民众 尤其比如我有时在某一个展览当中 然后看看那孩子 女孩跟着当妈妈 然后就知道我是考古 我这孩子就最迷考古 我说你可以让他做 现在考古不像原来那么艰苦了 那说发掘还有博物馆 还有科技考古等等 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里面 现在确实到了一个 前民都很关注考古的时代 前两年好像有一个湖南的 一个预生高考 我见过他 对吧 就报考考古专业受到大家广泛观众 广泛观众 然后说你家是贫穷地区 你为什么学考古 意思是你应该学一个赚钱的专业 我有一次在电视上我就说 我说难道贫穷的地区出来的学生 他就不能有自己的理想了吗 我见面问过他 我说你怎么想的 他说我知道了这个反景师的事情 我很想以他为榜样 那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 其实他激发了广泛民众 所以不管任何年龄阶段的 他的这种理想这种热情的一个点燃 是是是 这个让我们很欣慰 我们后继有人 为考古老兵 我觉得考古学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领导重视各级政府重视 然后民众的关心 然后媒体的大力的宣传 我们的国际地位在提供 所以这时候选择考古是 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如果你想在一生当中 能够有所创建 是吧 有所贡献 当然在各个行业 都可能在考古上 可能是最显现的 哪个遗址是我发掘的 哪个遗址的 哪个发现是我做的 或者哪个观点是我提出的 而且考古还有一个特点 我要跟年轻人讲 是为数不多的 年轻人可以有大有作为的 某一个不经意的发现 就会改写历史 在探索中去发展 发展中去创新 是是是 把它很好的展现于国际舞台 对对 站在今天的这个角度 对于考古人今后的工作 你还会有着什么样的 一个期待 我觉得这个 我们国家的文物工作的方针 改变了 由原来保护一座抢救第一 现在变成保护第一 是吧 加强管理 加强研究阐释 让文物活起来 我觉得我们考古人 在这当中要发挥一个主力的作用 因为我们最了解 我们发掘这些这个成果的意义 但是我们不能满足于 我们研究完了 然后呢 把它保护起来要阐释 阐释 宣传转化传播 向国内 向国际 因为考古有一个特点 我这么多年体会 可以超越意识形态壁 你看我们考古 国际考古论坛 我们设置的论题 都是可以实际上通行的 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当一渗透其中 而不是口号式 所以我体会我们 我们确实是有条件去提升 扩展我们的中华文化影响力 我们也期待着像更多的 我们考古专家 像王老师这样的业内人士 能够通过你们的眼睛 让我们的民众更多的 站在巨人的肩上 来感受这个考古专业发展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这种魅力 体现雄昏的这个中华五千年文化 给我们带来这种震撼 让更多走进我们的这个百姓的事业和生活当中 我觉得现在新一辈也都有这个意识 大家会为之努力的 本欄目由养勺彩桃房 独家冠名播出